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展開的口罩外交 取得了大成功 得到了不少外國的稱重和讚許 與此同時 大陸的官媒又有話說了 在昨晚央視網站發布了一篇評論員文章 猛烈地評擊了 台灣所展開的口罩外交 是一場鬧劇 我們真的要奇聞共賞 在這篇文章裡 首先是翻舊帳 這篇文章說 大陸民眾沒有忘記 在大陸最需要防護物資的時候 台灣當局行政院長蘇貞昌 第一時間宣布的是口罩禁止出口 而在宣布之前的幾天 台灣才捐贈了10萬隻N95口罩 給澳洲應對火災 針對大陸的冷血無情行為 民進黨當局給出的理由 就是島內欠缺口罩 以及救人先要自救 當然這個原因也算是冠冕堂皇 因為在這次之後 我們確實看到台灣島內的媒體 都報導了很多台灣民眾 買不到口罩的新聞 真是厲害 這種邏輯 原來人家不捐贈給你 就代表冷血無情和針對你 實情有很多中國周邊的國家 都沒有向你捐贈物資 比如說朝鮮也沒有 越南也沒有 除非捐贈你不報導 哈薩克也沒有 尼泊爾也沒有 北丹也沒有 為何唯獨是台灣 又要捐贈口罩給你呢 當中的邏輯 是想不明白的 這篇文章說 現在島內口罩短缺的問題 解決了嗎 當蔡英文宣布 向不同國家 捐贈1000萬隻口罩的同時 台灣島內的網友 表明了態度 應該將口罩 捐給有需要幫助的人 其實在台灣主要質疑 蔡英文總統 搞口罩外交的人 只有國民黨的立委和粉絲 當後來台灣外長吳超洩已經說明了 實情捐給幫交國的口罩 根本就不在台灣生產 只不過就地取材 在當地購買 當地運輸 當地捐贈 而且外交部也不用額外 申請這個預算 只不過就在常年的開支當中 撥鼻一筆出來 來做這個行為 頓時國民黨的立委 就沒有了聲出 現在又口罩外交又有事吵了 只不過 台灣所得到的國際迴響 那種美譽 就什麼都翻過來 絕對值得 這篇文章又怎樣說 就說小小的口罩 就讓我們見識得到 民進黨當局對大陸同胞的冷血 和絕情 亦都見證得到 他們以疫謀毒的心機和詭計 幫助別人固然是好事 全世界都樂見 但是民進黨當局那點小心思 就全世界都看得通 他們無非就是希望在這個時間 拉攏更多國家 對他們的台獨事業的支持 以拓展他們所謂的國際空間 並且聯合起來對抗大陸 更可憐的就是民進黨當局 正在拿著台灣民眾的健康和生命 來換取這種支持和聯合 說得真是夠大意想言 不適合你大陸又捐贈多些口罩回到台灣 是不是 既然你這麼顧全台灣民眾的 健康和安全 這篇文章最後還說到 說口罩何其無辜 在民進黨當局的政治操弄下 成為了他們甘願當國際小丑的著名標籤 華春瑩曾經在駁斥民進黨高官鬼話的時候 就說過 說台灣不是什麼國家 台灣當然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才是正索 在1912年成立 比你共產黨的歷史還要長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他還未搞台獨 當蔡英文總統宣誓的時候 他都說自己是中華民國總統 當中華民國和邦交國 締結這個條約的時候 都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不是以台灣共和國 台灣國的名義 台灣不是國家 你說得沒錯 中華民國就是 你不能不承認他存在 到目前為止 他仍然有有效的中華民國憲法 有國軍 有新台幣 在你家門口睹眼睹鼻 你吹脹嗎 這篇評論員文章最後就說 全世界知道 民進黨捐口罩打的是什麼政治算盤 別的國家不是傻子 老實說 每一個國家捐贈物資 他背後一定有他的政治和經濟盤算 你說民進黨有沒有盤算 當然有 就是要反制你大陸的 醫療外交 你懂得向外國輸出的 醫療專才 醫療專家 人家都懂得 免費捐贈口罩 而且人家沒有那麼拉貓 送就是送的 不會賣給人家的 又當送的 那些支援 真是夠模糊 現在大陸 無非都是酸葡萄 和眼紅台灣 為何捐一千萬隻口罩 就可以在國際上 得到那麼大的迴響 為何中國做了那麼多事 竟然還要被人批評 你自己反省一下 真是 好了 接著就要講講國泰航空 他們現在就認真厲害了 每天的乘客 曾經跌到只有582名 載客率只有一成八 和往時每天 接載超過10萬人次 簡直就是有天淵之別 到底國泰現在可以怎樣來應對呢 沒得開源就只有折留 行政總裁和董事長的宣布 會在今年的4月至12月 減薪三成 另外每一名的執行董事 就會減薪兩成半 另外由於現時大部分的航班都停飛了 大部分的員工都要繼續放無薪假 無薪假就是停薪留職 就是無薪出 在這樣的財政資源緊絕的情況下 就算是很嚴峻 又不是 他們在昨天 推出了一個 全新的匿名告密平台 而且是外聘的獨立服務供應商 將整個的篤灰過程系統化 更好保障 那些告密人士 既然已經是一個 處於接近完全停擺的狀態 現在國泰都在維持 長途航班就是倫敦、洛杉磯、溫哥華和適尼 每個航點每個星期只有兩班機 另外有8個亞洲城市的航班 國泰就希望可以維持 有需要的時候會再削減服務 既然都說到情況這麼嚴峻 為什麼還可以挖空心思來對付異己 為什麼還可以調缽資源 在這些無謂的東西身上 你是搞航空的 你是搞交通業的 怎會搞這些篤灰平台 真是認真是無聊 這些是不務正業的行為 為了拆鞋也不用去那麼盡 到底這個篤灰平台有什麼作用 原來這是24小時無間斷運作 方便和易用的舉報平台 叫做Speak Up 這個平台聲稱為了 公司和員工的最佳利益 鼓勵員工直接向公司匯報 內部人員的非法和犯錯行為 使員工的投訴可以更加舒適 甚至還可以作出匿名的舉報 國泰的員工 分別可以透過網上和電話熱線舉報 當然是通過網上舉報 又查不到你是誰 電話熱線舉報也怕聽到自己的聲音 所謂Speak Up的系統 會要求舉報人為報告建立密碼 方便日後再次登入補充資料 真是夠貼心 你搞這個篤灰平台出來 無非是想對付黃絲 之前都被揭發過那些藍絲 又是打蟑螂 完全沒有後果 你只是拘捕黃絲 你只是炒黃絲 你實情不如要通過一個政治審查 不用搞這些平台 應該舉辦一些什麼 趁著現在你都沒有行班 你不如為員工著想 搞國情班 洗腦教育 天天去唱紅歌 天天去念無語錄 又有公開 是不是 橫點是拆鞋 拆盡一點 這些無聊舉報 你舉報到什麼時候 真是浪費 國泰的舉報政策列明 嚴重犯錯行為 包括報復 損害公司形象 和任何形式的騷擾 而政見都可以構成騷擾 你真是強詞奪理 藍絲就不構成 總之黃絲才構成 搞國情班 不用搞讀賠平台 浪費時間太漫長 只是很不幸的就是 因為國泰的財力實在太過豐厚 相比其他航空公司 很多都在負債 甚至去到破產邊緣 所以一旦當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過去了以後 國泰一定是獨佔無頭 他們一定是 彈得起最快的公司 因為國泰就是最有條件 全速恢復航班的公司 其他那些撿得的就撿 炒人的就炒 所以 到期時如果大家去旅遊的話 可能也少不免 要搭國泰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